第283集 知人知面不知心 不等王磊把话说完 我已经从旁边大烈烈的说道 既然你如此笃定 那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们是因为什么吵的架 让我来看看 你们这段塑料兄弟之间发生了什么 吴磊他明显对我用塑料这个词感到反感 但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口道 在登上列车后 因为王楠他帮我买了衣服 所以我就抢着在买票的时候付了钱 不过王楠要给我钱的时候我拒绝了 毕竟一张车票而已 花不了多少钱 何必为这个计较呢 但王楠不一 一定要还给我 这样一个滴水之恩 一定涌全相报的人 你说他是杀人凶手 我一百个不信 他这个人虽然脾气不好 但是心是好的 而且为人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 而且你也别忘了 王楠一直是跟我们坐一辆车的 他后面还在临下车前给我道了歉 这可是辆列车啊 他一直是在行驶过程中的 你凭什么说他下了车 那他是怎么回来 怎么 就因为车票前谁掏的问题 你们两个就能吵得这么激烈吗 看起来你们的问题并不是多么严重啊 那你不觉得奇怪吗 就是这一点点的小事 他就要四五个小时不理你了 吴磊被我问住了 而我入手指了指他的外套 既然你说你亏欠了他一个外套 那你为何不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 还给他呢 等一下你就会知道 你那个哥们到底用什么手段杀人后又逃回来 不过说起来啊 你们真不愧是做主刀医生的 光是这布局的本事就让人眼花缭乱了 都不等吴磊回答 我一面再一次把目光锁在了王楠的身上 同时声音高了几度 王楠 看大家都在这么帮你 为何你一生都不吭啊 难道你是心虚了 心虚 我干嘛有心虚 王楠白了我一眼 恶行恶向着道 我只是觉得你很可笑 想看看你这个跳梁小丑 还能蹦得几时 人是我杀的 你还真是福尔摩斯在世 当真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啊 我之前没有告诉过你吗 我只是到车厢后面去冷静了一会儿 你却非要说我杀了人吗 拜托你 我乘坐的可是快午餐 怎么可能跨过一辆已经开走的车子 杀掉院长再回来 你就算想栽赃 我也请你换个好一点的借口吧 而且你在说的那些什么 我完全不懂 我这个人从不拜神 也没有任何信仰 我只相信手术刀可以挽回生命 所以你说的那些玄学的事 我一概不通 更加想不明白 你所谓的证据 究竟从何而来 面对王南油盐不尽 唾沫横飞里的恼羞成怒 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意外 因为只有心虚的人 才会不敢看我 才会这般激动不堪 更急需寻找借口帮自己开拓 我此刻很明显地留意到 在王南的脸上 闪着着琢磨不定的神色 很明显 他正处在一个 亢奋的时间点中 他一定在心中隐藏着什么 所以整个人 才表现了小心翼翼 你说杀人者是我 好啊 那你拿出来证据 我还说我没有杀人呢 王南仍在喋喋 我淡淡一笑回复道 证据我当然有 首先你敢不敢 把自己的车票拿出来 从奥莱镇上车之后 乘务员一共在车厢内 检验过三次车票 每次验票都会在车票上 留下一个小圆口 你要是心里没鬼的话 你为什么不敢 让我看你的车票 王南手舞足蹈的 都快指到了我的鼻尖了 我没有告诉过你吗 你个臭小子 我的车票丢了丢了 你还要我说几遍 丢了 我冷笑出声 王南 你怎么可以把话说到这么轻松啊 你以为我方才 为什么要看你的车票呢 当时你在站台买饮料的时候 我和我的朋友就在一边上 我清楚地看到 你把车票夹在了钱家里了 现在你倒突然说车票丢了 你找都不找就说自己弄丢了 是不想让我们看吧 那么你的车票上 应该没有被检验过才对 对于这个 你又有何解释呢 王南文言 从兜里掏出了钱家 重重地拍在了我面前 给你看吧 我的钱家里哪有车票 我甚至没有去看那个钱家 而是把目光移动在自己的手机上 因为刚才我已经跟车站的调度商量好了 一旦有消息 他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我 而我眼下的主要任务就是 拖住王南不让他离开 其实王南敢这么放心地 把钱家扔在桌上 那就说明他一定是趁着我方才出去的功夫 将车票撕碎销毁了 如果王南要是再一次离开了现场 我恐怕连最后一点证据 也都要被他销毁了 于是我决定再抛出一个大招 以便稳控一下局面 于是我便伸出手指着指王南的外套 如果你心里没鬼的话 你现在敢把自己的外套拉链打开吗 如果我猜得不错 你的外套应该是双面穿的那种夹克吧 而且另一面一定是墨绿色 就跟乘务员他们之前 在软座车厢看到的蒙面人所穿的颜色 是一样的 这一点你又做何解释 王南肉眼可见的吃了一惊 这次连他两个手都有些颤抖了 不过我并没有身追 而是跟着出声 要不怎么说你们做医生的高明呢 你既然早就料到你外套可能会暴露 所以你就特别买了一件双面外套 而且为了证明你自己的清白 你还给吴磊买了一个同款的外套 但是说同款外套 其实内部做工还是有些微的差别的 因为你买给吴磊的外套并不是双面的 而他日常又很不喜欢拉衣链 这样一来 我们只能看到吴磊的外套 就会下意识的跟你的外套进行对比 这就会陷入你的陷阱 大家一定会觉得 你的外套也跟吴磊同样是单面的 这样就没有人会怀疑到你了 让我猜猜 你为什么要特别买一个双面外套啊 一定是你在穿行车站的时候 因为时间很紧迫 根本就没有扔掉外套换新的时间 并且为了不让大家看出 你曾经有过换衣服的举措 所以你才要这么做 而且 你如果想要靠近你们这个副院长 你只能选择在中转站进行换乘 车子可不等人 所以你必须最快的时间到达 这样你就根本没时间进行外套的更换 这会提前暴露你的行踪 并且引人注目的 更好的办法 当然是你将身上的外套随手一拖 拿在手上 完了反面穿上 这样的换衣速度 无论从速度还是隐蔽性来说 都是最完美的 然后你从衣袋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鸭舌帽 墨镜 一一穿戴 而后在犯案之后 你又将这些东西随手丢进了垃圾桶里 然后一个人偷偷跑回快五三车次 这样你就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了 你说我冤枉你 那你敢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 给大家瞧瞧吗 我们第一时间陷入了困顿和对质 至少王楠并没有脱下外套自证清白 这更说明了他的心里是有秘密的 此时此刻 连吴磊也有点看不过眼 他还在帮忙催促着王楠 让他脱下外套 验证自己 李国栋更是饶有兴趣的 看着我和王楠吴磊斗法 而他完全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王楠的表现 着实有点出卖了他自己的行为 不过他终于还是恼羞成怒的一把拽开拉链 然后将那外套发了过来 果然是一种墨绿的深色 情况也跟我猜的一模一样 他的外套果然是那种可以双面穿的 并且在这个衣服的背面 还有一个连体的软帽 无论从做工还是款式 都跟正面完全不同 简直就像是换了一件衣服一般 一件看似普普通通的衣裳 正面跟反面的差别竟然能够如此之大 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正在大家都在认可我的判断时 王楠愤怒发声道 你们不是都看到了 我的外套确实是双面穿的 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 说明我是杀人凶手 哼 你们都被这个乳羞未干的小子给骗了 首先 我为什么要杀人 副院长可是对我恩神义重的导师 我感谢他还来不及 怎么会杀他 另外 这眼前的 不过是一件普通外套而已 从一个外套就要说明人是我杀的 这也太容易了 证据呢 是有监控拍到我 还是由我杀掉院长的证明 小子 你刚才说话中间一直有一个漏洞 我都没有理你 你说 我有杀人的嫌疑 我还说你有杀人的嫌疑呢 你如此三番地影响对场犯案 这本身就是对死者的一种不尊重 而且还混淆视听 你之所以要故意说我是凶手 因为你是凶手的同伙 你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要破案 而是要影响李队长他们的破案进程 从而为自己的犯罪同伙打掩护 王楠终于出招了 此刻在我心里还有一点小确幸 看来王楠终于是憋不住了 当然对于他的反驳 我只是黑黑一笑 入手指了指无垒 你虽然说的也很合情合理 当你哥们没有告诉过你吗 你从奥莱镇负气离开之后 我们从奥莱镇一直聊到了川海市啊 我有没有犯罪的可能 你兄弟就是最好的众命 倒是你啊 我倒真想听听 你有什么显而易见的指责漏洞呢 很显然 你刚才之所以要指认我是杀人凶手 用的理由无非是大部分列车都会晚点 晚点一二十分钟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你认为我是在那个时候 从快五三上下了车 换成到了二八六的车子上 但是我想问你一下 快五三和二八六的车子时刻中间 虽然看起来是相差了十分钟 这个时间在一次合理的误杀范围内 但你这样有个前提 为什么只有一辆车子晚点 另一辆车子不晚点 你这样的想法不是太想当然了吗 而且你怎么知道我有那份本事 一定能赶上二八六 正好晚点的十分钟呢 王楠的质疑何情何理 连丝镜都在点头了 一圈人的目光都落在我的脸上 是想看我如何拆解 我临危不乱 并且既然之前敢说 那我就已经找到全部的证据了 于是我跟着开口道 王楠呢王楠呢 你死守了半天 原来就是想了这么一个理由来回啊 对 你说的很对 正常情况下 列车晚点时间 是没有人能够提前预测到的 尤其是你这种 已经涉及了很久的杀人凶手来说 你当然不会允许那种列车时刻误差 只能随机出现 那么怎么办呢 我猜王楠 你肯定给自己制造了一个B计划 我方才在调度中心的时候 专门查看了二八六的相关记录 他在奥莱镇的这个站点 是没有晚点记录的 也就是说 这辆列车是在到达奥莱镇上时 当时是没有晚点的 同样的快五三也没有晚点 也就是说 这两辆车子跑的都是正常的停靠时间 也就等于是说 这个停靠时间的误差 是在一分钟内 一般来说 正常晚点时间 在一分钟内的 一般无论从列车还是调度中心 都是不会记录的 不得不说 王楠 你今天赶上了一个好运气 正正好好的避开了一切的祸患 李国栋听了半天 这会儿总算是听明白了 脸上的横肉挂着榨起的眉毛 给人一种唱大戏的感觉 但他倒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开口道 何占你这臭小子 说了这么半天 是把我们拿来当猴耍的是吧 就你这种推理 也还算推理 两辆车子都是正点到达的 说起来 列车时刻表 还是你抄回来的 快五三到站时 二八六都走了十分钟了 这种情况下 难道不是我们一开始说的 难道你说 这个王楠是超人会飞不成 当然不是 我冷笑一声 我说过了 王楠谋划这一天 不是一天功夫了 他当然给自己准备的是有B计划的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 二八六完点 但是他竟然没有完点 这对王楠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我们都知道 这件案子想要做成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 一定要让二八六车子跟快五三重合 我查过二八六 在下一站的站点 已经报了晚点了 而且晚点的时间是13分钟 奥莱镇的下一站是清水线 我查过铁路线和比利池 奥莱镇距离清水线不过20公里 我想 不出二八六会在二十公里的路程上 晚点了十多分钟 难不成火车还遇上了堵车不成 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 二八六在上一站被耽搁了 这中间没有他需要让到的车子 也没有突发的问题 所以二八六到底是只有一种可能的 那就是在奥莱镇的时候 被人为的耽搁了十几分钟 而这十几分钟正好是能够等到快五三进站会合的 并且乘客完成从同站换乘到二八六的时间 至于这单个的方法 这倒是很容易了 只需要打个电话 想列车内的城景报个警什么的 为了安全起见 这样一来列车一定是会停下的 现在可都是以人为本的服务的 如果有紧急情况 乘务长宁肯晚点也不会拿乘客的性命来开玩笑的 而且想要验证我说的这一点 你们应该不用问我 而是应该问目前在车上的二八六城景和城务员他们 一般这种秘密是很难掩饰的 一面说着 我已经将目光的重点落在了前面的几个列车工作人员身上 这辆车才刚刚到站 你们几个难道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软座车厢的城务员和那个城景 文言两个人同时摇头 我倒也没有过多的好奇 因为列车上的乘务员也是分班的 他们中间可能会存在换班的问题 所以我这些也都是在预料之中 可惜啊 连列车乘务员和城景都不知道这件紧急事件 您倒是跟亲眼瞧见了一般 王楠皮笑肉不笑的随之嘲讽我道 而就在李国栋也要加入嘲讽行列的前一秒 身后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而后车站调度中心的那个中年人已经快速小跑着过来 他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 大概是因为一路小跑的缘故 那脑门子上已经见汗了 中年男人静止走到我旁边 这才咧嘴对我笑了笑 哎呀神啊 你说的一点都不差呀 我们真的从奥莱镇的站台确认了消息 确实当时有个人打电话 报警逼停了列车 中年男人没眼里的兴奋一于言表 跟着更是自顾的说出了好长的一串 基本上在奥莱镇站点发生的事就跟我说的基本一致 凶手果然是利用了这些完成了布局 不止如此 中年男人带来的那个平板电脑里 还有当时报警电话的录音实录 大概的意思也基本上和我猜的一致 有一个男生很急切的说 列车上有定时炸弹 一旦车子开动 炸弹就会被启动 所以绝对不能开车 也就是因为这个电话 二百六足足停滞了近二十分钟 当时车站还对整列车子进行了一番细致的排查 到后来发现这只是一个假报警电话 列车这才重新启动 这一下儿 众人看向我的目光终于有些变得崇拜了 因为现场所播放的录音 单从声音和音色的话 就跟王楠的声音一模一样 这已经算是明确到不能再明确的证据了 却没想到 王楠迎上众人不可置信的目光后 他竟还是摇头 神态自若的道 这电话肯定不是我打 不许 你们可以查我手机 我什么时候打过电话 通讯公司 不是能够查出人的电话记录吗 那你就放心的去查 第285集 维昌的专业 一面说 王楠竟然入手指向我 倒打一耙地开口的 这世上说话声音相似的人那么多 连长得像的人都有 何止是说话像的 而且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在针对我 警察先生 你们可不要上当了 喂 小子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那个电话是我打的 说不定这些 就是你提前合成的声音 专门拿来栽赃陷害我的 王楠这番话一说 倒是把大家给整梦了 险近的高科技手段如此多 各种变升软件也是层出不穷 无论是从侦查技术 还是反侦查技术 都在不断地发展 如果电话真是王楠打的 那他不应该如此坦诚无据 并且他如果真的是同站换成的话 也是根本不可能接触到公共电话机的 这么一来 看似铁证如山的一环 就又有了漏洞 面对我们的追问 调度中心的这个中年人 也在摇头的同时 面上略带了几分歉意 而后解释了原委 原来当时 给奥莱车站城景 曾经打去电话的 是一个很奇怪的号码 那是一个190开头的号段 这个号段不属于 国内三家运营公司的任何号段 应该是类似于网络电话那种方式 一般像这种号码 属于电脑编程的随机号码 是无法追踪到来源和报警人的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眼下似乎也确实没办法证明 王楠就是杀人凶手 于是王楠更得意了 一双眼睛带着凯旋之色 正常来说 刑警应该是跟我站在一边的 可是现场的他们 在李国栋的带领下 竟然同样也是一副 幸灾乐祸的表情 好像在暗示 我又失败了 对于一个警察来说 查案应该是天职 大家在共同寻找真凶方面 应该是同仇敌忾的 可是眼下 我却似乎成了众士之地 众人的目光 望向我除了不怀好意 就是不以为然 于是我真的有一种 众叛亲离之感 但是同时 我也默默地给自己打了打气 王楠方才推托 尽管说得合情合理 但这本身就是 在强词夺理的狡辩 而这也恰恰说明 凶手就是他 声音已经印证了 天下不会有那种巧合的事 尽管眼下 我的处境看起来有些糟糕 但我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气馁 我而今代表的不是警方 而警方最大的责任 就是对犯罪的举证 既然一条不够 那就再来一条 眼下在我身边 最为忧心忡忡的 可谓是私禁了 只不过 我倒是始终坦然处置 目光在众人冷漠的脸庞上扫过 然后轻描淡写的问了一句 你们大家难道不好奇 凶手是怎么在奥莱镇 换乘上286列车后 又从那辆车上 离开回到快五三上的吗 而这个问题 我刚才已经想明白了 你们听说过 园西东这个车站吗 园西东和园西虽然同属一个县城 但是他们却是不同的车站 园西东是高铁站 相对靠近了城郊 而园西站则是在市中心 为了方便旅客从高铁站返回市区 所以园西县在这两个车站之间 安排有通勤车 方才吴磊的话提醒了我 一个人不可能购买 两辆同时间发出的列车 所以吴磊是不可能是 从那火车站出站之后再进站的 而在286从奥莱开出之后 一路上286所经过的车站中 只有园西站是能够同站换乘的 并且因为园西东站 有直达园西站的城汽高铁 而在这种车子上 是用不着提前买票 上车才补票的 而且因为是短途 总共才十分钟 所以车上并没有验票的 只需要那种类似 公交车票的方式进行验证 而且他并不需要实名验证 这就给凶手 从286返回快53提供了 最有效的便利 我方才已经安排 园西的人员在查监控了 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这个季节 毕竟穿着墨绿色外套的人 应该不多 所以请大家不要气馁 我们应该很快就能够找到 这个凶手的其他证据了 这话 我其实是在诈王楠的 我们虽然已经料定了他换乘的地点 但是一个火车站内的乘客 吞吐量那是何止巨大 这是要一一排查 那得查到什么时候 每一个两三天根本查不完 但是在我说出了这些之后 竟然从王楠的脸上 瞧出了不以为然的模样 这么一对比的话 我大概心里也就有数了 如果一个人决定要犯罪的话 他肯定会提前做好各种谋划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监控探头的位置 所以往往肯定是要尽可能 提前窒息监控的位置 从而小心地避开他们 况且就算我能够找到监控 也不一定能够发现王楠的伪装 人太多了 工作量又大 根本没法精准地识别 不得不说 我一开始有点小瞧了王楠 因为最早这个王楠表情 神态有点沉着不足的模样 迷惑了我 这一番查证下来 他并不像我想象的这么一无是处 在犯罪的这件事上 王楠当然只是个新手 但现在看来 他新手是个新手 但他整个的布局 却是像他做手术那般精巧无误 永远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 尤其永远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凶手 这是老头子从前告诫我的话 现在想想 他说的的确有道理 哪怕这个王楠的心理素质 并没有我从前经历的很多犯罪者来得那么扎实 但他的的确确的完成了犯罪 也的的确确为了这个犯罪精心准备了很多小细节 也就是这些小细节 让王楠哪怕漏洞百出 但到目前为止 仍然立于不败之地 因为我还并没有提出能够彻底限制他的证据 但是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我还真不信他能跳得出来 哼 行了 我算看出来了 你就是个 银让辣枪头 李国栋这会儿大概是酒醒了一点 到底也是做刑警队长的 所以在他也很清楚 想要完成火车站对某个人的监控搜索 就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 所以一开口就来拆我的台了 等你那边的监控查完 大家差不多都得饿死在这了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我问你 要是这凶手足够聪明 避开了车站监控 你又从哪儿找去 行了行了 大家也别拒绝了 大热天的 眼下赶紧处理死尸 尽快恢复车站正常秩序 为第一要务 你们都可以回去了 这里的所有事情必须保密 在警方没有结案之前 你们都得签保密承诺书 至于你这个搞破坏的小家伙 我方才想了下 那个医生说的有道理啊 你这几次三番的 又是贬低我 又是胡乱填补 根本就像是在替真正的凶手打掩护 所以 你要跟我们回警队里 好好调查一番 放心 我肯定会 好好地查问清楚的 你有啥想法 不如哥在那说好了 李国栋这一番话 虽然说得笑兮兮的 但是总觉得清醒过来的他 有点笑里藏刀的意思 就我这番在众人面前开罪他 一旦赶去到他的地盘 那保不齐 就得挂出点彩出来 这些事 我从前在作品里看到过 真没想到有一天 也能在现实里碰到 听到有人说打算抓我 司敬当人第一个不乐意 以免跳江出来 目光如刃 我看谁敢动他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这件案子还没有结束呢 李国栋 你想混淆是听 哦 李国栋 黑黑黑一笑 大家可都听着呢 是他俩先威胁我的 让我想一想 治安法里好像有一条 啊 以非正常手段 威胁警察的话 应该属于妨碍公务了 我是刑警队长 尚且都敢威胁 说明平日里 竟然属于那种 莫无法界的惯犯 所以应该从重处罚 这样好了 我看就先拘留 十五天好了 李国栋这一番言行 是我没想到的 不是针对他的仇视 而是针对 他在治安法方面的运用自如 果然 是个只会对自己人 开刀的庸采 这么一番认识之后 我也不打算给他留面子了 想听更多最新有声书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每天有声书 第286集 王楠的绝地反扑 死警器的手都是颤的 眼见就要爆出 我们此行身份的举措 我赶忙从旁边伸手揽住他 而后目光正对李国栋 谁说我没有其他证据了 证据就在这里 一面说 我将方才王楠拍在小茶桌上的钱夹 拿了起来 而后目光环顾一圈开口道 这个钱夹是方才王楠自己放在桌上的 大家没有问题吧 从离开他的手 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动过这个钱夹 你们没有不同意见吧 周围的众人 被我突然地转变审查对象所惊讶 重又提起了好奇 只是李国栋仍实淡淡地冷哼一声 小同学 别装了 我看你 也就是个一瓶子不满 半瓶子晃荡的鼠 你若再扰了我们警方的正常办案 我就用刑罚治你的罪 我仍自顾着不理李国栋的叫嚣 而是将目光挪向一边 穿着列车制服的售货员 这位姐姐你好 我想再跟你确认一件事 你确定之前 那个墨绿色戴着口罩的乘客 曾经在你的车子上购买过饮料对吗 人都是有天然的帮助弱者倾向的 就拿眼前来说 李国栋一直来的咄咄逼人 和自夸自大 很明显有点招人烦 所以眼前的售货员小姐 听了我的发问后 竟然有意识着 侧身挡了一点李国栋的视线 没错 车厢里面虽然有空调 但是在这个天气下 将自己捂得那么严实的 我肯定不会记错 而且 她当时还给了我一张 一百额度的纸币 现在这年头 都实行电子支付了 不过是买瓶水 她这个面值 实在是让我不想卖给她 而且我跟她确认了几次 她都说自己手机没钱 非要用现金 我本来就背得零钱不多 还是把边边角角的 零碎硬币啥的都凑了数 才找给她的 这会能记错啊 嗯 谢谢姐姐 在我手上是戴着橡胶手套的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习惯 一面冲售货员倒了谢 然后 我这才将王楠的钱尖 在众人面前打开 而后将其中的零钱和硬币 全都倒在了桌子上 面前小茶桌上 哗啦啦的堆起了一座小山 结合方才售货员的话 众人也把疑惑的目光 放在了王楠的身上 王楠那边已经笑得 前仰后合了 我说 这边这位小兄弟 你是不是 想查案小疯啦 因为售货员找了零 所以我钱包里的零钱 就能证明 我是凶手吗 啊 而且还不一定 那个墨绿色外套的神秘人 就是凶手呢 你就这么笃定的找我 也未免太牵强了吧 小兄弟 咱们远日无怨 近日无仇 你何苦来的 你说得很对 我附和着冲王楠点头 那个墨绿外套的神秘人 确实没有证据证明 他就是凶手 因为并没有人亲眼看的作案 而且如果 他在换乘过程当中 将那个作案工具丢在垃圾箱里的话 那我们何止丢的是他的行踪 简直把整个案子都丢了 但是 谁让你认识了我呢 王楠 不得不说我一开始是小瞧了你 但是你何尝不是大意了我呢 行了 有句老话说得好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也是你 何该着有这么一劫 那边的 我已经把证据给你了 凶手就是他 抓走吧 李国栋被我这种笃定的语气吃了一惊 板带着口边的诧异随口道 什么证据 你又在装神弄给个什么劲 你这刑侦队长到底是怎么当的啊 思静跟我久了 这会儿已经看穿问题的真相 于是没好气的从旁嘴的李国栋一句 王楠文言顿时跳脚起来 没人说钱不是你的 到现在我算看出来了 这个李国栋的刑警队长确实是个没一点真材实料的 所以我就只能更详细的解释到 但是王楠你错了 钱上是有名字的 尤其是在那些硬币上 大家也都可以想一下 你们平日里是怎么找铃的 纸币的话可以搓着数 但是硬币的话 就得一定是一个一个数 大家可以看一下售货员姐姐的腰包 他之间说过 为了找开墨绿外套男人那些大面额的纸币 他是把自己腰包里的零钱全部拿出来凑数了 那么他要从腰包里取钱的话 是不是得一个一个的赎给那个被找铃的人 这么一来的话 在每个硬币上都一定会留下售货员姐姐的指纹 方才王楠也说了 这些钱是他的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只需要验证一下 这些钱上有没有售货员姐姐的指纹 而这就能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到过286次列车了 如果王楠到过286次列车 那么我倒是很想知道 王楠你该怎么解释快564列车和286次列车 几乎同时到达川海市的情况呢 你是怎么换个身份在上面买饮料的呢 这话一出 人群中竟然传出了此起彼伏的哇哦的声音 只是王楠一张脸上瞬间面如土色 他原本狡辩时的理直气壮 彻底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整个人大喘着气 眼神里也是有了一闪而过的癫狂 不好 他要毁灭证据 我匆忙出声的时刻 王楠果然就像一只捕食的猎豹一般撞了过来 真别说呀 人在宾死时刻的反扑 一点也不弱于凶手 我已经先一步动作了 但还是被王楠撞开到了一旁 而我一时被他卡住位置 根本无法动作 列车上的位置还是太狭窄了 因着我的阻隔 司径也被挡在身后无法帮忙 此种情况下就只有掏枪了 可是王楠到底还没有被宣判 那么他就是个自然人 我们无权对他进行射杀 王楠果然是提前研究过法条的 如果他这般快速毁了证据的话 只多判他一个毁坏证据罪 而不是故意杀人罪 这样一来至少还能保住自己的命 眼见王楠就要冲到小茶桌前 我尽力的想从身后去拉 但是一把煤拉住被他挣脱开了衣袖 我眼神余光 抽空看了一眼远处的李国栋 让我意外的是 证据眼看就要毁于一旦的情况下 在他和他队员 非但是没有紧张 反而是一种幸灾乐祸的表情 何其哀哉 这种人也敢混入人民公仆 就在这关键时刻 有一道黑影直接翻过后排座位 当兄一脚就把王楠踹在地上 而后另一个黑影及时插上 手里是一根座位上头巾碗成绳子 三两下就把王楠绑了个戒指 这俩人出现前后不超过五秒 一切的完成都是在一瞬间 而后一个人从座里摸出证据袋 在收拾桌上钱加与硬币 另一人则是压住了王楠 俩人出手将干净利落 毫不脱离带水 能够以这么旋风手法 逆转场中局势的 除了江烈派给保护我和斯静的两个武警 还能有谁呢 将这与川海市李国栋带的刑警一番对比 差距可不是以道理计啊 不得不说 这个李国栋虽然日常一无是处 但在眼力见上还是有一些的 那两个武警始终跟在我和斯静身后的 眼下突然露出了惊世骇俗的一手 而后又马上恢复从前平淡无奇的样子 依旧站回到我的身边 就是这惊世骇俗的一手 也让李国栋彻底认识到 我和斯静并不是一般人 他的目光剧烈的波动几下 在开口时 竟然已经换成了一副谄媚的样子 大老远就热络的几个人群凑到我们身边 一张口可是比先前亲近了不知多少倍啊 哎呀兄弟啊 您这何苦来哉呀 一早跟哥哥说一声不叫成了 害得咱这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也冤哥哥我啊 昨晚上有个局喝多点 哎 这样的好的 哥哥在这儿啊 先给你赔不是了啊 喂 你们几个还愣着干啥呀 赶紧帮那兄弟拎包啊 大老远过来 可不能让兄弟们觉得咱慢带了啊 想听更多最新有声书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每天有声书 第287集 寂静四座 昌虎变脸 说真的 看着他们身上那身制服 还有这股子由内而外 透露出来的油腻气息 我真的打心眼里感到一阵恶心 但我本来就算是边外人员 其实也没有资格平头论足 尤其眼下还是在人家的地盘上 当然更得收敛收敛 于是只能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还算客套的跟李国栋握了握手 思静那边可就全部客气了 方才他敢发言硬怼 这会儿当然更加不拒 我知道思静的想法 家事可是连续多年 蝉联警司的最高荣誉 更是各地警方一直来 被明令效仿的对象 那种自信 自然不是眼前这个偏远地的 李国栋可以比拟的 说起来李国栋在查案审案方面情商极低 反倒是在人情事故方面做得滴水不漏 方才怎么趾高气扬的嘲讽 我们全都忘了 一口一个弟弟 不知道的话 还真以为我跟他是亲兄弟呢 此时此刻 反倒是王楠这个主角被边缘化了 陪着说了好一阵客套 我这才总算寻找到机会切入正题 李队长 眼前这件事还没有结束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说案子的事 当然当然 李国栋冲着左右跟班一挪嘴 去 去把他给我带回警队去 竟敢睁着眼睛说瞎话 欺瞒我们 非得让他知道知道厉害不成 另外啊 我兄弟方才说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吧 都跟着好好学着点 回去都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瞅着我兄弟 这才叫审案子 你们平日里呀 就应该多看看书 真是 竟然能够被兴手耍得团团转 说出去不够丢人的 李国栋冲这番话 我尽管明明知道他是在拍马屁 仍然觉得很受用 这就是拍马屁的艺术 他尽管没有名夸 用贬低自己人的方式抬高我 但是这恰恰让人在不自觉中产生了一种优越感 我现在终于明白李国栋他为什么能够当上刑警队长了 东方不亮西方亮 只是这种情形下提拔起来的干部真的能够胜任吗 我突然对川海市警察局整个都失去了信心 短暂的心事之后 我才又开口道 行了李队长 咱们还是就事论事吧 你给自己的队员说一下 打开执法仪 我来问他 川海市人民医院的医护工作人员围了一圈 当中的王楠此刻深深的将头低在地板上 听到我将注意力总算是移到他的身上 这才豁然抬头 让我有些意外的是 他的目光里并不全都是仇恨 而是一种利落的神情 没什么说的 我输了 输给了你 没错 那老头是我杀的 我认罪 带我走吧 具体的作案情形跟你说的一致 我就是从奥莱镇下车 然后到286列车上杀掉了老头 然后又从元西东回到元西斩 然后 重新返回快五三 没什么稀奇的 王楠眼下如此利落的承认 倒是让我一阵小小的意外 我原本还打算告诉他 方才收到信息 车站工作人员已经找到了 他之前丢在元西东站垃圾箱里的注射针和绿化甲溶液瓶 并且刚好有一个负责垃圾清运的保洁员 目睹了王楠丢东西的情形 而且现场描述的特征跟王楠完全一致 而且顺着这个线索 已经找到了王楠在换乘时被拍到的身影 那才是真正确凿不可抵赖的证据 我对这个结果保持平静 但一旁的吴雷可就不镇定了 他方才在指责我和司静的时候有多用心 这会儿就有多抓狂 我留意到 他几乎有点歇斯底里的在匆忙难吼 喂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就承认羞肉是你了 羞肉怎么可能是你 这是假的 这一定是假的 是不是方才他们威胁你了 放心吧 咱们现在政府已经有维权通道了 只要你真的遭遇了不公 那你就不用管对象是谁 拼着我这条命 也肯定会把你救出来的 你放心 奶奶个腿 李国栋那边已经开骂了 你一个熊货 再怎么也要好好打个草稿 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呢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们威胁了 队长发了火 可不身下那些个小跟班已经轰轰上去捉了吴蕾 眼瞧着就要用他们最擅长的治安条例了 我赶忙从旁纠正道 行了行了 他也是激动说字话了 何必呢 李国栋自然又是对我一阵奉承 然后放开了吴蕾 可是这个吴蕾大概是真的痛惜自己的好哥们 那队员才一松手 他马上又凑过去王楠的身边 兄弟 你倒是说句话呀 你大好的前程在前啊 听说不是上面要评选你选举副院长了 你倒是反驳呀 够了 别说了 王楠闭上的眼睛倒然睁开 嘴角上也挂起了一阵玩味 大豪的前程 雷子 你别傻了 我什么时候有过前程 我算是看透了 在咱医院里会干的不如会说的 当年我刚来的时候 那老头跟我说 让我好好干 以后他一定不会亏待我的 是的 在你们眼里 我从实习大夫 做到了主治医生 看起来前途光明 可是雷子你忘了吗 我每天要做多少台手术 每天要接诊多少病人 咱们整个医院里 像我这么忙的还有谁 你就不想知道 为什么医院别的科室 那么多人抢着进 而我的科室 就只有我一个大夫 说起来是主治大夫 是科室主任 可是我有过助手吗 你也来这么多年了 流言蜚语没有听过吗 因为是他副院长的令 哪个敢来我科室的 休想拿到一毛钱工资和金生 为什么 因为这老头怕我超过了他 所以这才想尽办法逼我辞职 知道事情的起因吗 是因为我当年太蠢 信了还是主治医生他的鬼话 他让我好好干 多研究学术 并且要努力钻研论文 我也确实是这么干的 可是当我辛辛苦苦加班嫁点 花费了两年功夫得来的那篇 关于微经体治疗与临床离子应用的论文后 给他一看 等发表出来后 作者就成了他 什么 你写的 不会吧 真的假的 你说那篇轰动医师的论文是你的 这一刻不只是吴磊 周围所有的医护人员竟然都奇奇惊讶出声 显然那篇论文当时引发的学术轰动不小 吴磊更是后知后觉的一拍大腿 我说怎么回事 那老头明明连离子机都玩不转 怎么会提出那么精妙超前的学术 上次我有事找他签字 可他连一些专语术语都看不懂 原来是他剽下了你的成果 可是你当时怎么不说呢 论文虽然是他发的 但是你完全可以申诉啊 只要通过一场答辩 就能很清楚地认定到底谁写的 毕竟那可是你两年研究的成果呀 要不怎么说我傻呢 王楠一脸懊悔地开口道 当时我才刚毕业 并不了解这行水深 医院当时有公分房子 他找到我说要让出自己的房子指标给我 让我不要再追究论文的事 并且之后等他发达了 肯定不会忘记我 我是后来才知道 狗屁地让指标 医院为了挽留我们这种 新分配来的技术人才 本来就给我留的有房子指标 而他之所以没分到房子 是因为他本来就有房子 所以把自己分的房子转手卖掉了 因为那篇论文他成了副院长 而后就用这个房子的事骗了我很多年 也让我给他义务写了很多的论文 可是他承诺的主治医生 一直到前年才给我 而我也是在那个时候的院长 退休换送会上才知道房子的原委 并且知道了 我主治医生 压根就不是他给提的 而是院长 看我工作兢兢业业 所以给提的 第二百八十八集 炸队离婚 通过跟院长一番深聊 我这才知道 原来这些年里 院长早就有提拔我的意思 只是因为 他作为我的主管 一直在背后说我坏话 强行压着我的升迁 这才一而再地被耽搁 我帮了他那么久 而他居然骗了我这么多年 我当时就找到了他 可是他居然毫无愧疚 还说让我再给他写一篇 能轰动的论文 只要他能当上院长 肯定要替我做副院长 这种鬼话 我再信就是傻子 我扬扬要揭发他 可把他吓坏了 所以也开口威胁我 要是我敢胡说 就把我的主人衣食撸掉 我熬了这么多年 孩子也正在升血 怎么能没了工作 所以只能暂时割下 谁想他一计不成 又生一计 虽然明明上一直对我 兄弟长兄弟短的 可是在他心里 早就别着坏主意 我这眼下光盖司令的科室 你们在哪见过 他就是要让我觉得累 然后自己申请辞职 这样一来 只要我一离开医院 就算再想要告发他 也没有人会信我 可是我现在还有什么 因为常年跑在医院 老婆带着孩子 跟我离了婚 家里的房子 车子我也全部给了他 我当然知道 是因为他外面有了人 但是 我又能给他啥呢 走了也好 你们看着老头觉得 他是个老好人 从来没脾气 这才主动带我们出来度假 狗屁 这还是因为我找到了他 威胁他 再也不给我放假 我就要跟他同归于尽 反正我现在孤家寡人一个 什么都不怕了 这不 这才有了咱们的温泉旅行 没错 我是规划好的 我就是要杀了他 老子被他坑了这么多年 坑得欺雷子散 坑得所有学术 都被他剽下了性命 我什么都没有了 而他 竟然还入选了院长的候选人 凭啥 我给他打了十年功 现在老子不伺候了 那边那位小神探 你确实很厉害 我当时还是很无意见 在一次出公差时 因为快五三的铁路线出了问题 当时 就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告知下 换成了286车次 然后 又从西原站换了回来 这才知道 中间这两辆车 其实是可以互通的 但是没想到小兄弟 你既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就识破了我的计谋 说起来 这也是命吧 我本来是想找乌磊 做个证人的 谁想他刚好对面坐着 就是你们 看来 是天要惩罚我 这样也好 没什么的 反正我在杀人前 就已经做好了全套的准备 了不起 也就是跟他同归于尽 一段密信 被用王楠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 乃至于 这份冤冤相报 不可谓是不惨烈 这一刻 何止是无垒啊 就连车厢内 三四十号的医院同事 全都见莫无声了 我猜他们一定想到了 平日里 就像一头老牛一般 埋头工作的王楠 谁能想到 救了无数人生命的白衣天使 有一天 也会提起屠刀 挥向一个老者 我无意去评判 王楠在整个事件中的行为 是否合理合规 但是他毫无疑问 是触犯了法律 那个老头做错了事 但是 王楠他又何尝不是采用了 最为过激的手段 乃至搭上了他自己 一条无辜的生命 这样真的值得吗 司径靠在我肩头 眼圈竟然有些红红的 他大概是想到了 王楠在妻离子散之后 那种埋藏于深夜的绝望 但是杀人真的是 唯一的一条出路吗 既然这间医院混不下去 那他就换一间就是了 何必非要执着报复呢 说到底 他也不过是同样舍不下 自己多年的业界成绩 舍不得自己的主治意识罢了 音效失大 不可谓置野 王楠最后看向我的表情 也没有太多的怨度 反而带着一种 如实重负的解脱 末了开口道 小兄弟 谢谢你 我其实也没有想到 有一天 将这些真相 大白于天下时 心中能如此轻松 从前我一直在担惊受怕 会不会别人不相信我 会不会老头还要倒打一耙 但现在 我完全没有这种担忧了 有时候倾诉 比理解更重要 或许 我该早点遇到你的 整个川海 也该早点遇到你的 李国栋的脸上 这会儿已经挂不住了 眼底更是闪过了一抹 深刻的怨度 只是他隐藏得很好 面上的表情 仍然笑得如沐春风 其实这样的人才最可怕 伪君子的危险 胜过真小人 王楠被李国栋带着离开 我并没有上李国栋 他们的车子 而是推说 还有朋友需要拜访 此件事了 才会去他们警队报到 李国栋留了电话 告诉我们以后 无论发生任何事 都可以给他打电话 我们还算是融洽的分开了 才从车站出来 我和司静 以及身后两个武警 正打算往停车场去打车 一辆金蓝色的城市SUV 停在了我们面前 车窗摇下 驾驶位上竟然是无垒 他声音滴滴的 但语气还算是热情 上车吧 你们去哪 我送你们一程 我第一时间 其实有些没办法面对无垒 毕竟我们刚刚 让他的好兄弟落网 并且方才 在关于王楠犯罪的事上 争执了很久 眼下这番相见 着实有点内疚 所以开口就想要拒绝 好了 还在为方才的事吗 无垒困难地扯了扯嘴角 其实我一开始是恨你们的 但王楠的最后一番话提醒了我 也许他今天不遇到你们的话 确实能够侥幸躲过追查 但是良心的谴责 会伴随他的一生 那么 就算苟延残喘地活着 对他也是一种折磨 与其这样 还不如 让他痛快的 还有什么人 逼我们 更司空见惯生老病死吗 死亡 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 王楠只是早一点而已 其实他一直 都是个心事很重的人 就那他离婚那件事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我见过嫂子 他俩是从小长大的青梅竹马 后来 王楠妻子家搬了家 一直到大学的时候 两个人又重新遇见 少年时的遗憾 很快就化为一种 浓造化不开的情谊 两个人从大学 一直到单位 都是那种标准的模范情侣 乃至后来结了婚 每天都能从王楠脸上 看到活力满满的神情 我还就这个事 问过王楠 他说 当然为了家庭啊 你们听说过一句话吗 这世间 有两样东西是藏不住的 一个是咳嗽 一个是爱情 我们每一个医院的同事都知道 无论在任何时候 王楠只要提到他的妻子 眼睛都是会发光的 我是直到现在才知道 王楠竟然听那个老头 写了那么多的学术论文 但你们也要知道 他本身也发表了很多论文 一个人能够有这么旺盛的创造力 是跟他的家庭分不开的 算了 还是车上说吧 我牵了一下思静的手 而后跟身后的两名武警说道 吴磊打开了车门 而我就坐在夫家时 到吴磊这么一长串的话语说出后 我已经隐隐猜到了他的意思 都说无事不登三宝殿 看起来吴磊应该有什么话要告诉我 车子都行驶到一个三叉路口前的时候 吴磊一脚刹车停住了 对了 你们要去哪儿 因为要考虑保密 所以我和思静到现在 还没有确定要住宿的酒店 此番骤然听到吴磊发问 我随意的摆了摆手 先不说这个 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 现在一并说了吧 第二百八十九集 消失的妻子 吴磊点了点头 车子驶如一旁的车位 而后边入库 便接起了钱花 我是有点事要说 这世界上谁都可能离婚 但王男和他妻子绝对不会离婚 他们两个人是那种模范夫妻 我去他家中做过客 他妻子是那种典型的贤妻良母 很朴实传统的一个女人 同时也是个全职太太 她怎么可能离婚 怎么可能出轨啊 所以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呢 我顿了顿道 感情这种事 怎么是外人能够猜度的 多年感情毁于一次口诀 这种事情发生的还少吗 这个不算是什么异样 哇 吴磊摇了摇头 是有人在逼王男走绝路 我可以这么说 虽然你们看到之前王男在车上时 好像婚话不断 但他平日在妻子面前 是个文雅千功的君子 很多时候 连大声说话都不会的 都说 日常压抑酒的人 才会突然爆发 但王男 绝对是个生活工作分很清楚的人 他这些年在医院 俯首肝胃如子牛 受了很多委屈 但他无论在外怎么样 回到家在妻子面前 就是一副 岁月静好的样子 我明白 我现在有一些语无伦次了 但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是 如果王男要崩溃的话 他不会等到今天 之所以他要杀人 是有人毁了他的家 这才让他 在万年聚会之下动的手 并且 我最后说一点 今天那些警察的表现 你们难道没有觉得很奇怪吗 为什么李国东到达现场后 连看都没有看 必要认定 这是起意外事件 没有要给他脸上贴金的意思 但 就他今天的表现而已 简直就像个弱智 如果是弱智的话 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个队长的 刑警队长这个职务 难道不是你们比我更清楚吗 这可不是裙带能够胜限的职位啊 并且你们觉得 哪个有权有势的人 会愿意 让自己的关系户 该这种又危险又累的职位 吴磊的一番话 我们四个人竟然情不自禁地点头了 他说的好有道理 若非他的提醒 我们根本联想不到这一层 但是如果李国栋 是故意装婚的话 那有一个很大的可能 是有人给的提前打招呼了 可是如果真的是有人设计了这场谋杀 那为什么还要为杀人者王楠脱罪呢 除非这个人跟王楠有什么关系 这才决定 只是制造一场意外 但是没想到被我破坏了 面对无难浊浊而来的目光 我一时有些语色了 你的意思是 设计要杀死你们的副院长的这个人 是王楠的妻子 那不对啊 你之前不是说 她是一个全职太太 她怎么有动摇警队的力量啊 无难被我的问话所致 脸上瞬间拢上一层阴云 其实我也离婚了 啊 司静听了无难的话 情不自禁地惊了一声 我知道这小丫头的想法 她正憋了半天揣摩 在思索王楠 王楠妻子 刑警队长和老头这四个人之间的关系 没成想 画面一转成了诉苦来着 见司静有要递问的意思 我赶忙给她使了个眼色 而后伸手拍了下吴磊的肩膀 哥们儿 请接爱 留不住的 那就放她走吧 这可能只是你想 不 吴磊静止开口打断了我 绝不是我想多了 我和我妻子的关系一直很好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孩子 但她绝不是那种轻易背叛感情的人 但是就在前些天 我的邮箱里收到了一些照片 是我妻子 外遇的照片 我当时气愤极了 甚至还专门调查了照片的痕迹 确认照片是没有PS的 可 在当天晚上 我跟她打电话的时候 我都没有开口询问 她先告诉了我 要离婚的事 我当时头脑一热就同意了 并且 第二天清早 就在那份快递来的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可是我现在越想越觉得 哪里怪怪的 首先 我的妻子 绝对不是那种呼来的人 而且 从那些照片上 我还隐隐地感觉到 我妻子好像有 被强迫的痕迹 哪怕在当时说离婚的时候 她的声音虽然冷冰冰的 但我好像听到了一些 奇怪的顿条和用词 我妻子日常是不会这么说话的 但是等我 在打电话过去的时候 她手机提示关机了 而后无论我怎么打 都再没有打通过 只是 邮箱里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 说得绝情绝义 大体意思是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 我没必要找你们 可能真的是我妻子无法面对我 所以要这样做 但是就在方才 王楠的事发生后 我刚刚破解了她的个人邮箱 然后 在她的邮箱里 也发现了一封来自她妻子的信件 来 给你们看 我接过王楠递过来的平板电脑 并且 看到了两封分屏出来的信件 虽然里面的部分称呼换了 但是两封信的其他地方 甚至连标点符号错误的地方都是一模一样的 要知道 这可是两封类似于夫妻间的绝交信 哪怕有再多的不满 也没有一个真的离婚了的妻子 还去抄袭别人的信件 来作为给自己丈夫的别书吧 越看越觉得生意 可是 真要我说出这中间到底有什么地方有问题 我还是想不出来 因为手头可供参照的证据太少 并且还都是吴磊的一面之词 这种单方面的猜测 我大多是不信的 因为这会误导我对案子的正确判断 还有吗 我尽量平静地向吴磊发问 你在出发旅行之前 你的妻子有什么怪异的举止吗 啊 或者说 你在认识王楠的妻子 他有跟你妻子之间相同的举止吗 胡磊摇了摇头 目光陷入一种剧烈的波澜 好一阵子才有了清明 是了 他们唯一的相同点都是全职太太 我们做医生的 本来就算是高收入职业 而且因为日常工作时间不定 对家庭的照顾较少 所以就不希望 自己的妻子也忙忙碌碌 于是就让妻子做起了全职太太 至于你说的异常 我倒是没觉得有什么异常 我妻子平日里就主要是做饭 洗衣服 照顾老人 不过这一阵子 我爸妈回乡下住了 所以她就比较闲 日常会玩一些游戏什么的 打发时间 不过不是什么大型游戏 就是消消乐 还吃蛇傻的 前阵子呀 我做手术到夜里很晚了 可是回家见她还在打游戏 就是那种五颜六色的消消乐 我吓得还蛮沉迷 她说是在等我 我还因此特别的感动了一场 除了这些 还没有别的异常了 但从吴磊所说的 我也实在没有感知到什么异常 可是这两封一模一样 近乎决绝的信件 可就大不一半了 如果再联想起 吴磊的妻子 到现在手机还是关机 这就更有些异常了 正常情况下 就算是要离婚 也没有必要搞得如此 连电话都不接一个吧 结合起我和思静 之所以要赶到川海时来的目的 虽然我和思静现在 都还没有见到 那份协助调查的 失踪人口的资料 但是眼下 就是发生在眼前的一起 疑似失踪事件 这件事 你没有告诉别人吗 我追问了吴磊一句 吴磊摇了摇头 我也是刚刚从王楠的事里 举出不对劲的 虽然我妻子之前 是不接我电话 但我毕竟不是她丈夫了 也确实没有 非要接她电话的义务啊 同时 为了不惊扰她父母 所以我也一直 没往二老娘打电话去问 哥们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来头 但是方才 李国东对你们那么恭敬 你们应该 是能给我主持公义的 现在真的是人命关天了 求求您 务必要帮我呀 我 我现在真的是 上天天无路 入地地无门了 那个李国东很明显 是跟他们一伙的 从您在王楠案子里 展现的高水准 我只能求您帮我了 第二百九十集 洗字房间 吴磊说着 就从包里取出了一张银行卡 和一个红色的本本 一面要往我怀里揣 一面眼泪一惊花花的糖 这是我这么些年的全部积蓄 房子怎么也能值个百八十万 卡里还有三十来万 现在不是石星 私家侦探的一行吗 只要您帮我找到了我妻子 确定她是安全的 这些都给你 吴磊骤然表现出的 河盘拖出 深深地惊讶到了我 就在我要开口拒绝的时候 一旁的私径竟然插花过来 一百三十万 买一个已经离了婚的妻子的平安 值得吗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妻子也许真的是无言面对你 所以才躲起来了 这样你不是一无所有了吗 值得吗 吴磊一听这话 眼泪敷得一收 竟然笑出了声 小妹妹 还没谈过男朋友吧 我方才说 王楠是那种为了家庭 宁愿委屈自己的人 其实这样的人 又何止是她一个呀 你们难道不想知道 我为什么要在方才 那么贫力地去替她说话吗 因为我知道 她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并且 她是她那个家的全部 一旦她不在了 那个女人和孩子 就彻底失去了顶梁柱啊 一个有爱 并且 愿意为爱付出自己全部的人 又能坏到哪里去呢 爱情里的很多事 是不能用对错衡量的 因为爱 所以愿意付出毕生所有 因为爱 所以会不计一切 就像 现在广为传致的舔狗 你觉得她是舔狗 但她何尝不是在这一种 逐爱过程中得以满足呢 因为我也是跟王楠相同的一种人 所以我们才能彼此互相理解 认作兄弟 小妹妹 如果有一天 你遇到真正的爱情 那你就不会问值不值得了 钱算什么 你整个人都是她的 只要她好 你就满足了呀 吴磊说出这些事 眼睛真的仿佛布满了金色的星星 丝镜都忘了脸红了 巧目之中 同样演映出一抹 不要太显眼的艳险之色 岂止是她 这样的爱情谁不想要呢 方才是她跟你开玩笑的 我将吴磊手中 递上来的银行卡和房本 坚决地推了回去 一面从自己的口袋里 掏出了工作证 虽然面上只是个顾问身份 但是这个顾问本身 就是个可大可小的职位 加上现在 多了个警司特派的公函 影响力可能还要更大一点 放心吧 我们此来就是为了查案的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可能要先去你家走上一圈 方才听你所说的 都只是你的判断 在一场正常的审理案件里 最需要的是证据 你能理解吗 吴磊连连点头 二话不说就发动了汽车 而后一路风驰电车地 往自己家里去 最后停在了一座高档的住宅区 入目所见都是六层的电梯洋房 周围的环境看上去 也分外赏心悦目 车子直接停入车库 而后竟然是那种独立的美护电梯 从车库直接坐到了家门口 开门进去 是一间富士的套房 整个的装修 完全是按照粉色系的 欧洲宫廷风在布局 怪不得吴磊方才说 他的房子能值百八十万的 确实 但是这个装修 至少也得三十万起步了 医生果然是个高收入行业 虽然惊讶 但我毕竟别墅也建得多了 短暂的惊讶之后 我左右环顾了一下房间 客厅的一切都井井有条 就连沙发上的沙发巾 都是一尘不染的样子 桌子擦得正光发亮 电视机茶几餐桌 各自都有光可见人的样子 我正打算开口去问吴磊时 却见这个始终平和稳定的男人 竟然又是两条眼泪挂在脸庞 那种悲伤 显然是独私人的悲伤 再我也很能理解这种触动 之前妈妈因病住院后 家里根本就已经乱作一团糟了 哪怕你很费力地将它重新收拾干净 但在内心深处 还是一种止不住的颤抖 家同样是家 只是因为少了那个人 你就感觉这个诺大的家都是空荡荡的 对不起 一旁的吴磊用衣袖抹过眼睛 而后快速戴上了自己的伪装 这里就是我的家 你随便看吧 哪间是你们的主卧呀 吴磊听到我的发问 楼上指着指那个还贴着大红喜字的房间 但是从他的表情很明显是不愿意望上陪我了 其实一进门 我就发现那个门上的喜字 只是这种字画 日常只有结婚的人家才会贴的 可是之前听吴磊说 他们已经结婚六七年了 这么长时间了 为什么那个喜字还没有接掉呢 吴磊大概是瞧出我的疑惑 面上一按 这才开口道 家里日常都是我妻子她搭理的 因为房间的整体装修风格太粉色系了 她就说 那个虫子的红色 看上去很喜庆 所以一直就没接下来 远处看不出来 离近了看啊 其实都有些风化了 本来我还计划着 过年贴队帘的时候 再另买一个贴上去的 有哪对夫妻婚后会不吵架呢 而女人一旦生气最常用的办法 就是跟丈夫分房睡 丈夫当然不会依 那么隔门对话这种方式 就实在是难以避免了 小两口都在火头上 那么好的时候 看起来越甜蜜的东西 吵架的时候 看着就越糟心 一个处在风口浪尖的喜字 竟然能撑这么多年 由此可见 吴磊确实没有骗我们 他跟妻子的感情确实很深 忽略掉种种疑点的话 吴磊现在跟妻子的状态 应该是离婚了 那么这个大红的喜字 代表的意思 就不是喜庆 而是嘲弄了 怪不得吴磊那么拒绝 靠近那间房间 我冲思静使了个眼色 于是思静就主动的陪我上楼 门没有锁 推门进去 挺大一张欧式床铺上 铺的竟是一个大红色的被褥 被子折起一脚 随意地压在一旁 整个床铺在上面 只有半边的褶皱 对比着客厅里的一尘不染 这里就像是有人刚刚睡过之后 然后起身离开了一般 卧室的一旁 有一张梳妆台 梳妆台上 各种水乳的瓶瓶罐罐 堆了小半个桌子 不过各自摆放的都很整齐 只有一只口红散在当桌上 口红盖子都没有扣紧 随意地放着 另外就是梳妆台的凳子 按照正常的设计逻辑 应该是要放在桌子底下的 但是凳子只是凌乱地侧在一边 看起来跟整齐的更是绝对不占边 如果说我们在进门时看到的整个大厅井井有条的话 那么眼下这个房间则是分外的有些人气 就像一个人刚刚离开不久 卧室的垃圾桶里 还有没有丢掉的卫生纸 和有些发了霉的水果壶 打开衣柜门 里面竟然是个隐藏式设计的衣帽件 全落地的镜子中间 是一个共换衣的软抱长凳 其上还散落着几件女人的衣服 这种场景如果是放在两年前 我或许会以为是遭了贼了 但自从跟思静同住公寓后 我很清楚地明白 这里仅仅是一个女人 在出门前因为挑选衣服 不知道穿哪一件从而留下的 思静也是一个差不多行为的女人 她虽然平日里将房间里的各处 都打扫得整整齐齐 但唯独她的卧室 乱得就跟不是同一个人一般 我也问过她 为了一件好看的裙子 能挑四五件毛衣来搭 然后发现都不合适 只好设了裙子 用喜欢的外套来搭配裤子 但是这又是一番工程 挑选的最后 往往是既没有穿喜欢的外套 也没有穿喜欢的裙子 用她的话来说 就是好穷啊 连件衣服都没有 眼前的场景太正常了 但是这种换衣越正常的场景 配合着之前吴磊的遭遇 那可就太不正常了 要知道 她可是跟妻子离了婚的 一个都打算离婚的女人 还会这么在乎自己穿什么吗 并且房间里这么多散乱的衣服 都没有带走 梳妆台上化妆品同样没有带走 甚至连自己躺下睡觉的被褥 都没有整理一下 这一切的一切结合起来 这个吴磊的妻子在出门的时候 根本是不打算离婚的 而是像去赴一场很重要的约会一般 难道吴磊妻子赴约的对象 是她所说被拍照片的情人 可是这样不符合常理啊 如果是要跟情人私奔的离婚 那么这些衣服和化妆品 也不应该一并全部带走吗 电话都不愿意接吴磊的了 这么恩断义绝的了断 怎么还会留下衣服 这些还有相见的理由呢 哎 姐 你在做什么呢 我本来是打算跟思静 一起分析一下案情的 可是一转头 思静正在目不转睛的四面 瞧着这样的大衣柜 那眼神里一片神往之色 这丫头竟然首先羡慕上了 其实这倒是我不够了解女人了 在每个女人的梦想里 谁不想有一个大大的衣帽间呢 可以任由着自己在其中想换什么换什么 说到底谁还没有一个公主梦啊 所以此刻的思静是完全被这个生活在她梦想里的女人羡慕到了 以至于连她自己都产生了一种代入感 被我连续两声招呼 这才从沉醉中惊醒过来 啊 你说什么 我自顾着先摇了摇头 而后才再度开口道 姐 你有没有看出哪不对啊 不对 思静下意识地回我 怎么会不对 我看一切不是都挺好的吗 我是说现场的布置不对 我干脆一道解释清楚 姐 你不觉得 这里对一个要离婚的妻子来说 所有的东西都丢得太随意了吗 思静这才醒悟过来 一面跟着我连连点头 对啊 是有点太随意了 看上去就像是出了个门 然后就没回来了 如果排除掉有人故意这么布局的话 那就一定是被绑架了 我和思静讲这样的想法 告诉吴蕾是 果然 见他飞速地奔上二楼 而后又快速地从二楼探头出来 语气里又喜又急 对 这确实是他会做的事 姻帽将他最喜欢的几套裙子和包包 鞋子都在 他肯定是被绑架了 求你们屋必要救他 吴蕾灼灼的目光里 我倒是没有表现出过于急切 而是催促着吴蕾旁交侧机的打电话给他岳母 询问的结果跟猜想的大致一样 他的妻子并没有把离婚的消息告诉父母 并且刚刚他还跟自个儿的父母打过电话 只是说要出去旅行一段时间 诸事安好 不必担心 吴蕾已经至少三天没有通话给自己的妻子了 如果说是因为离婚散心 这倒是一个足够说通的理由 可是那房间里的一切根本不像是个离婚女人应有的布置 这可太奇怪了 眼下唯一的办法 可能就是通过川海市的警方来见王楠 从而在这两起事件中对比出线索 可之前 吴蕾说的话不能不重视 很可能李国栋本身就跟王楠消失的妻子有关系 那么这该从哪找起呢 带着这样的困惑 我又对吴蕾整个的套房进行了一次深入细致的搜查 通过这一番努力 还真的让我找到了一点问题 首先就是书房里打开的电脑 一个人已经在家 失踪了至少三天了 可是电脑为什么一直还开着呢 就算吴蕾家很有钱 但根据方才吴蕾的确认 他妻子是一个很节约的人 这样的人怎么会允许这样的浪费呢 而且根据吴蕾所说 因为他妻子自己是有平板电脑的 所以家里的台式机日常是绝对不碰的 那么家里的台式机亮着 是否确定家里确定来过了别人呢 望着无垒不太情好的神色 我一面打开了屏幕保护程序 让我意外的是 呈现在眼前的就是 简简单单的一副五颜六色的方块 竟然就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消除游戏 只是这个游戏有一点奇怪之处在于 它只是一个网页版的小游戏 像这种网页版的小游戏 很多都是盗版 对于一个如此执着消除游戏的妻子 在正版同样免费的情况下 为什么还要玩这种 无论是画质还是可玩度 都不如正版的游戏 实在是让人费解 我觉得好奇 其实无垒竟然比我们还要好奇 目光定格在电脑上 自顾自地开口道 不对啊 我妻子平日都是用手机玩的这种游戏 了不起平板电脑上下一个 她日常最拒绝的就是坐在电脑前 用她的理论说 电脑最伤皮肤 而且她的腰不好 一直嫌我的电脑灯太硬了点 带着无垒的疑惑 我顺着这个网页的地址栏 重新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 但是一切的一切都显示了 这就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网页小游戏 而且这个小游戏本身 挂靠的网站也是一个日常知名度很高的 网页游戏合集网 这中间并没有盗链和木马程序 甚至这台电脑本身是下载了一个杀毒软件的 这么一来 也几乎不存在电脑重病毒的可能 电脑上没有发现任何可疑 再往后的各个房间里 也都没有发现异常 这种高档的住宅区 当然是有小区监控的 可是哪怕我们后来搜了监控 也没有发现任何闲杂人等出入这栋别墅 但是这份监控也不是白查的 因为我们终于查到了吴磊的妻子 她是在一周前 穿着一身黑色连衣裙 甚至没有拿包 只是手里拿着一个手机就出了门 从当时的状态看 就像是出去买个菜一般的寻常 但是再往后 所有的这栋楼周围的监控 就再也没有看到她了 吴磊脸上的紧张肉眼可见 但是奈何我们现在也没有任何 关于她妻子失踪的线索 这桩案子似乎成了一桩悬案 怀揣着最后一抹期待 我们在吴磊的带领下来到了王楠家的房子 这是一栋学区房 相较于吴磊的房子 王楠的住房可就是有些太磕疹了 电梯都已经斑驳露出了铁锈 楼道里黑漆漆的 一个发黄的灯泡 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够知道这里是否停电 其间各处都是透露着一种没变的味道 很难相信这是一个主治医师的房子 但是当我们从吴磊嘴里听说 这间房子的价格是他住房的两倍时 又情不自禁地闭了嘴 原来这所房子临近有三所学校 几乎可以保送孩子上到重点高中 而且三所都是名校 这么一来房价被炒到这种程度 也在意料之中了 对着那扇明显跟周围墙壁 格格不入的促心大铁门 敲了十来下 但是王楠房间中压根没有人声 眼下虽说是离了婚 但是小孩总应该上学吧 我们眼下来的时间 已经是孩子放学后的时间了 正常情况下 王楠妻子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出去吧 我们又敲了几遍 吴磊甚至还对着房门喊了几声 但是没有喊开这间房子 倒是把邻居喊了出来 是一个年岁同样不大的男人 他声音粗雅有力 能不能别敲了 孩子刚睡醒又给吵醒了 你们是王楠什么人 他都搬家快一年了 你们不知道吗 你好 我是王楠的朋友 吴磊扬了扬手里提着的一袋零食 自顾地介绍道 我知道王楠已经搬走了 但是他前妻不是住在这里吗 王楠出了点小意外 托我来给这母子俩送点东西 离婚 那邻居男人愣了一下 没听说呀 怪不得 这快一年都没见他们三口了 原来是离婚呢 哎 你既然是王楠的朋友 他没告诉你吗 他气死不住这里啊 小孩早就转学走了 想听更多最新有声书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每天有声书 第292集 太太团的旅行 吴磊还要追问 我从旁给截住了话头 嘿 你说这王楠也是的啊 连自个儿孩子转学都不知道 这怎么当地的 丢人 不好意思啊 打扰了 一面说着 我一面揽着吴磊下楼 进入下行电梯时 吴磊还在怪我应该追问一下 转到哪个学校了 被我用眼神制止了 这还不明显吗 王楠妻子很可能遭遇了 你妻子相同的待遇 试想一下 放着眼前这么好的学校不上 为什么要转校啊 因为离婚 你放心 这年代哪怕为了孩子 很多家长也都不会告诉孩子 已经离了婚了 你之间说王楠还有另一所房子 那就是默认说这套房子 给了他妻子 这种情况下 他妻子更加没理由让孩子转校了 退一万步说 你方才也解释了 现在学区房资源这么紧张 如果王楠妻子 真的打定主意要搬离熟悉的地方 他手头没有工作的情况下 肯定是要首先将这房子卖掉才行啊 可是王楠妻子并没有这么做 甚至于 这间价值连城的学区房到现在还是控制着 说明什么呀 说明他肯定遭遇了什么异常的情况 极有可能是跟你妻子相同的异常情况 你明白吗 吴蕾的肩膜 最终化为出了电梯后 在墙壁上的重重一圈 我发誓 我就是砸锅卖铁 一定要救他出来 先生 请您务必帮我 我在这求您了 我注意到吴蕾已经用上了尊称 一面膝盖一软 已经要跪下去的迹象 我赶忙从旁拉住了他 哎 好了你啊 别这样 这是我的职责 警察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 这件事不了 我是不会走的 这边安抚了吴蕾之后 我和思静就在路边随便找了一家旅馆登记进去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不得不如此小心翼翼 吴蕾之前 通告来的消息部分程度上 也算是给我提了个性 现在川海市的警方里头 很可能发生了腐化 如果是这种相互勾结的犯罪 所带来的影响和恶性循环 乃是致命的 本来的计划 是我和两个武警住三人间 思静住在隔壁 但是当登记房子看到小旅馆 那个简陋的结构时 思静这个女警 竟然非要跟我登记一间 在两个武警略有些暧昧的眼神中 我就这样面上抱得美人贵了 进入房间 我首要的一件事 就是从手提包里取出了笔记本电脑 现在来到川海市后 最大的问题是 对周围的地形和一切的建筑与道路 全然不熟 或许 这对于案子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帮助 但是熟悉一个地方 首先当然要从它不变的结构开始 思静已经关上卫生间的门去洗澡了 留我一个人在查地图 在这样异常的安静中 我的电话突然响了 上面的号码竟然是僵烈的 望了一眼并不隔音的卫生间 犹豫了一下 我还是接通了电话 队长 有什么指示啊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还没进入川海市的时候 我已经在路上破获了一起案子 这刚一到站 又受了无垒的委托 这趟川海之旅 本来的放松心情已经全然没了 更肩着一路上 硬坐地疲惫 说真的 要不是一股子对李国栋的那种不愤之气撑着 我现在一沾枕头就能睡着了 那边的江烈 语气疑惑地发声 怎么听起来性质不高啊 算了算时间 你们应该是刚到川海市吧 怎么 私人的丫头就拉你逛街了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虽然年轻恢复得快 到底也需要节制一下 累了 就甭剧烈运动 是吧 谁剧烈运动了 我反应了一下 才醒悟江烈话里的婚意 回怼了一句过去 我俩可是纯洁的战友关系啊 谁像你们这些老流氓满脑子就那点事 人家姑娘冰清郁节的 都没跟我一个房间好吧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 江烈拿话噎我 咱警局一只花 我都加工祭司的派给你啊 你要是最不珍惜机会 将来可别说 哥哥没帮我你哦 哼 好了好了 搬个话题 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川海市的失踪案 已经撤党了 你和思静这次啊 就赞心的去玩吧 我给思静 批了几个工架 正好啊 你们一块去海边玩玩 做男人就主动一点 那小丫头 一个钱对你求递 好好把我机会 知不知道 江烈真是天天操的都是当妈的心 不过对比这个 我倒是很感兴趣 听他所说的撤党是什么意思 哦 江烈随口应了一句 就是失踪人已经自己回来了 当初报案的人 自己去警局销了当 这不是多起连环失踪案吗 哎 难道全部都找到了 我又追问了一句 是 江烈回答 什么失踪啊 就是几个女人 一块组了个什么 太太的浪漫旅行 然后 撤到了一个海岛上 也没信号 饿了好一阵子 要不是刚好被路过的 雨传发现带回来 恐怕小命都保不住了 对了 你跟思静可要注意 年轻人浪归浪 不要往海里浪去啊 那海多大事 有几条命可折腾的 知不知道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的时候 思静的声音从卫生间里传出来 原 帮我把箱子里的内衣翻出来 我刚进来往哪了 啊 顺便把润肤露也拿来 这地方太热了 皮肤都干了 听筒里 江烈有过三秒的安静 二后压低了声音 说了句 拜拜 拜拜 你厉害 停 江烈说完这话 也根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 马上压了电话 我于是只好应了思静一声 然后开始翻箱子 给他找衣服 这种话当然 在外人听起来有些暧昧 但要知道 我跟思静是同在一所公寓 合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明面上 思静走到哪儿都是个女神研制 可是回到家 他也继承了女神惯有的凶大无脑 经常也是丢三落四的毛病 上厕所没纸 洗澡没搓澡金等等 一开始他还端着不好意思 奈何后来实在没办法 思静就让我从门口给他扔进去 以后这种时候多了 他就放开胆子 没啥都问我要 当然 我也不是那种色狼之辈 所以 每每就是从门口给他扔进去 这已经是我俩之间的一种小默契了 只是好巧不巧的 今天正好给江烈听进去 说不定啊 又在背后编排我俩了 一面将思静要的东西 隔门递给他 我一面还思索 江烈告诉我的这个所谓的好消息 这一切的发生 似乎有点过于巧合了 明明是已经惊动了警司的失踪案 怎么就会变成了一场 太太团的旅行的闹剧呢 而且 是在我这个特派员刚刚前脚落地的时刻 再三犹豫之后 我还是给江烈打去了电话 少不得被他一番奚落之后 这才给我发来了一份挺大的压缩报 里面是总共有七起失踪人口的案件资料 这么一番稀砍的话 果然发现了点问题 首先 这七个失踪的人都是结过婚的女人 虽然没有直接资料显示 她们的职业是全职太太 但是无一例外的是 她们的丈夫从事的都是高收入职业 并且她们本身也都是受过良好教育 面容交好的女人 另一点让我觉得诧异的是 这七个女人中间 竟然有三个都是来自 吴磊和王楠共职的医院 根据报案资料显示 她们七个人中 最长的一个失踪事件 已经超过了三个月 而最短的一个仅仅只有一个月 并且她们几个报案的时间 各不相同 第二百九十三集 美图 就是这样的一起连环案件 最终的处理结果惊人是 以七个女人的集体出行欲困 为案情的晚计 无论任我怎么想 都觉得哪里怪怪的 但是江烈发给我的资料里 很清楚地显示 在他们的结案笔录里 都有报案人 或这家的丈夫 或是失踪人父母的签字 和问询记录 内容也都大同小异 原来这几个女人 是同一时间失踪的 只是由于之后报案的时间 由早晚之分 所以才被列成了 不同的案子 如果没有先前 吴磊找到的 我们的事的话 我们可能真的会认为 这几起案子的处理 完全属于正常 因为不同的人 反应时间是不同的 而且这些女人 离家时 肯定各自的理由 都是不相同的 也可能真的存在 报案的延迟性 但是结合之前 吴磊妻子和王楠妻子 的异常情况 一个算不上多大的医院 广医治人员的妻子 就失踪有五人之多 这可太不正常了点啊 并且王楠和吴磊 所接触到的旅行 理由都是离婚 这种决绝的方式 像是一个妻子跟丈夫 正常的告别方式吗 思静洗完澡出来的时候 我还在盯着电脑屏幕发呆 因为档案资料里 有着失踪人员的生活照片 我方才看过之后 一直没有观 所以第一眼就被思静看全了 于是思静没好气的 屈指在我的头上敲了一下 喂 你怎么回事啊 平日敲你挺正经的 现在进挑些黄土看 你害臊不害臊 我还在这里的好不啊 你想看 不会跟我说啊 谁输他们了 难不成下步 还要打飞机啊 我差点没被思静这一番指责 噎在当地 而后诧异地抬头 却见 思静穿了一身真似的 漏肩吊带睡裙 领子开得很低 裙摆也很短 露出两条粉装浴镯的 修长浴腿出来 他赤脚站在地上 玫瑰红的脚指甲 更增添了一种 小巧玲珑的美感 让我几乎是挪不开眼睛 愣了一会儿 我这才记起头上的疼 并静而抬头 看了思静 湿漉漉长发披散下 一双冒火的粉毛 心思连转 却是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姐 现在真漂亮 漂亮也不给你看 思静娇沉一声 掀开被子就钻了进去 而后目光如炬 看你的黄图去吧 哼 谁告诉你 这些是黄图了 我一面把电脑移过去 开口解释道 这些是咱们这次来川海市 支援的案情资料好吧 那 你看的这些女人 都是失踪人口 思静这才 一幕落在了电脑屏幕上 江烈的对话框 还留在桌面 资料名称一幕了然 思静这时脸上露出了 一抹小小的红韵 而后手动翻起了叶来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啥也不看 掀开了那个装有 照片的文件件 思静一面看看图片 一面还要掀开被子 看看自己 对比到最后 脸上涌上了一抹自信之色 我还是觉得 我比较好看 我本来还抱了 灼灼的期待 希望思静能给我一个 破开迷雾的线索思路 但是没想到 他却冒出了这么一句 可不把我一阵失望 咋 难道我没他们好看吗 思静留意到我的神色 与其老大不满地 回怼了我一句 歇 你们男人不管多少岁都一样 永远都只喜欢 看别人的女人 而且他们不过是衣服穿得比我少 领子比我低而已 有什么了不起的 思静这满含醋意的虎狼之词 让我一阵好笑 正要顺着他的意思 真行夸他两句 突然 脑中闪过了一道闪电 对啊 我突然在失踪的他们七个女人身上 找到了一个共同点 他们的照片尺度都是有点大了 对一些可能思想保守的人看来 这近乎是伤风败俗了 不过新时代有新时代的过分 妇女解放运动也是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 现在的衣服本来就是各花入各眼 只要自己觉得漂亮 没有光着身子 怎么穿都是个人的自由 没有人有权利干涉的 如果说这些算是思静嘴里黄图的话 那么海滨浴场的泳装怎么说呢 一些外国海滩的日光浴 那可是比这还要开放呢 又该怎么说呀 虽然我此刻想法是这么想的 但我无意将这样的观念灌输给思静 毕竟对每一个正常的男人来说 肯定还是希望自己的妻子穿得越多越好 性感只留给自己一个人欣赏 带着这种想法来看江烈发给我的暗宗 瞬间也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是啊 正诚来说 如果是报案人提供的资料 他们会希望这些照片在警局内被传阅吗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些照片到底是从哪来的 或许很可能就是因为警方在收集案情资料的时候 从失踪人口的社交媒体里找出来的 毕竟这种照片日常应该只会出现在自己的社交媒体里才对 带着这样的想法 我跟江烈确认了一心 果然跟我猜想的一样 真的是警方从失踪者的社交空间里找到的照片资料 这样一来至少我要发现了他们七个女人都有一个新的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日常都很喜欢这种类型的衣服 并且日常是会被这些照片晒到自己的朋友圈里的 我并不认同思静的观点 因为单从这些照片来看 虽然有部分的性感因素 但绝对称不上是黄图 更不能定性他们就是坏女人 或者是从事有色之意 因为我暂时并没有能够破开这一切困局的线索和证据 所以只能转身睡去 打算第二天到警局详细查看一下那些失踪人口的档案资料 江烈发给我的只是电子资料 具体的还是要看一下详细的卷宗 看能不能另外找到线索 因为做了很长时间的硬座 所以这一晚也是睡得格外的香 期间手机的闹铃响过一遍被我按掉了 但是没过多久 就被大门上的一阵敲门声给惊醒了 谁啊 我困得难以睁开眼睛 太阳透过铝电的纱窗 已经在半空中升起唠告了 门外是个很热络的声音 是我呀 小兄弟 来给你送早饭来了 我第一时间并没有反应过来 那来人是谁 只是想到 我现在可能是在川海市 哪有人这么好心的来给我送早饭呢 就在我应了一声起身之时 这才看到旁边床上司静还在睡着 前往的脚步就顿了一下 门外的声音无疑是有些熟悉的 但并不是那两个武警传来的 那么到底是谁呢 愣了一秒之后 我这才从声音中听出来源 原来是李国栋 司静这会儿已经被吵醒了 他有些迷茫地看着我 我匆忙地将他裹好衣服 这才打开了门 果然是李国栋在外面 在他身后 还有两个看起来 威猛不凡的跟班 因为我披了一件玉袍 所以三个人都是正正地看着我 李国栋将手里提着的两兜子 鼓鼓囊囊的东西 送到我手上 真不好意思 打扰你睡了 还没吃饭吧 哎呦 到时我唐突了 忘记了你昨天刚到 肯定累了 是这么的 我一大早听说 你们住在这里后啊 就赶紧吩咐着局里的兄弟们 帮你们买了早餐 哎 真是不好意思啊 先前也是我们工作的失职 害得你们带这么大老远跑一趟 帮我们来办案 嗨 先不说这个了 先吃饭吧 吃完饭啊 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呢 在这时 我们旁边的那个武警住的房子已经被打开了 正好 李国栋就借机将他们三个人提着的鼓鼓囊囊的包装 全部放在了那个房间里 一个小细节就看得出李国栋确实是一个最会办事的人 日常习惯了察言观色 因为他没有看到司径 就猜到司径可能在我的房间 所以也就没有往我的房间里进 他使用了手提供的房子 我都没有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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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时 我都没有帮助你 都没有帮助你 这时 我都没有帮助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